画面上是基隆社大成果展 由社大歌子系班的学员们共同演出 改编自睡美人故事的亲子歌子系花仙奇缘 整场服装造型和化妆都由团员自己来 结合唱腔与声段 充分展现社大歌子系班的学习成果 今年我们社大成果展 我们今年推出的是花仙奇缘 这次是我们主要锁定的对象是亲子 所以是儿童歌仔系 这次很特别是因为它是儿童歌仔系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造型的部分是发挥了很多的创意 所以包括服装的设计 还有容装的设计都是由我们学员自己DIY自己设计 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容装师 还有本身就是从事服装设计的 还有戏曲专科学院的 孩子他们有些是从国中就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参与 那文物场的部分也有从国中的时候开始加入 基隆社大歌子系班今年也将前进校园推广 让国中小孩子有机会认识传统戏曲之美 那预计呢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要到国小跟国中去做 推广演出那主要是推广那个米南语还有歌仔系的这个艺术演出 然后在这一次我们也非常鼓励有比较家里有小朋友喜欢唱唱跳跳的 因为我们有萤幕特别是那个因为这是花仙奇缘是睡美人的故事 所以会有一个小公主出现 所以我们会广大征求对表演有兴趣的孩子加入我们的这个演出的一个行列 跟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做一个学习的舞台 然后我们来共同创造 那也很期待说今年度呢我们把这一出戏给完成之后呢 能够到校园去学习推广 然后让更多的小朋友来认识我们的传统歌仔系文化 社大歌仔系班与社区和校园相结合 共创学习舞台 也期盼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来认识本土的歌仔系文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